再来要关心华联市113年度宇文竞赛 从15号开始一连两天 在强筑国小盛大举行 市长魏佳燕也在名政客长潘森的陪同之下 也特地前往现场来鼓励选手们 以平常心来应试 勇敢展现学习成果 来尽力争取最好的夹击 为了鼓励华联市各国中小学 加强宇文教育 施工所每年都会举办语文竞赛 而这次的项目包括作文、鞋字、直营制、 吸引及各种族的朗读、演说等等 13个项目总共吸引到277名学生报名参赛 华联市113年度语文竞赛 从15号开始一连两天 在筑强国小盛大举行 而市长魏佳燕也在名政客长潘森胜的陪同下 特别前往比赛会唱 为选手们加油勉励 那我想已故的大师余光宗老师 曾经说过成语是文化的一个线钞 那我想其实我们在地方政府 我们也希望全力的来推展我们语言 那我想语言是现今的孩子们最重要的一个资本 那也希望说现在3C产品盛行 未来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希望一并的让孩子们从3C产品里面 可以学到更多的语言的一个知识 希望一并的来做一个进行 最后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参赛的孩子们 都能获得好的成绩 而在这次的竞赛中 各组前两名将代表华联市参加9月7号 在中华国小举行的全线国语文竞赛 希望借次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培养对语文的敏锐度 同时精进口语表达能力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市报道